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家中长辈给晚辈的钱用于压岁 岁是古时候民间传说中的一种习物 会危害孩子的健康 目的是为了保护孩子健康成长 而咱们现在多数人的压岁钱 其实指的是压岁钱 是长辈给晚辈的 二 压岁钱的由来 关于压岁钱的来历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说法 压岁钱就是压胜钱 压盛钱 压盛是古代一种辟邪奇极的仪式 用以达到压制降服所厌恶的人 误或魔怪的目的 翻顾汉书中记载 元寿二年 蝉鱼来朝 尚以太岁验盛 所在舍之上 临苑葡桃宫 汉埃帝留心 就让匈奴蝉鱼 驻太岁验盛的屋子里 最早的压盛钱出现在西汉 汉代五诸钱中 有的正面著有脱身翼 以子孙字养 有的正面名文为 避兵莫当 背面名文为 除胸去殃 显然是为避胸至极而特意制造的 实至明清 压盛钱就成为佩戴在小孩子身上的 期盼吉利和辟邪的装饰品 第二种说法 压岁是压岁的血印 清代孔上任 《截续同风录》记载 除夕时给家人金银铜钱 名为分钱 一约贷钱 据一百二十文 成以捐贷 如且如平 夜住床头 约压岁 有趋吉避凶压制鬼岁的意思 同时 压还有接近的意思 而压岁表示马上到岁日了 发点压岁钱给小孩 全家一起 欢乐祥和的共度春节 三 新年为什么要发压岁钱 一 保平安 自古以来 人们认为小孩子是很容易被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吓到的 所以在春节的时候 会给小孩子发一些压岁钱 让他们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新年 也希望小孩子能够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健康顺遂 压岁钱的历史 其实早在汉代的时候就有了 在春节拜年的时候长辈会提前准备好压岁钱分给晚辈 因为压岁钱可以压住那些邪恶的东西 碎与碎血音 晚辈得到压岁钱之后就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一年 二 对亲朋好友的祝福 到了现在之后 长辈给小孩子发的压岁钱越来越多 其实很多时候这是疼爱的象征 小孩子是没有赚钱能力的 如果平时想要花钱的话 只能找父母要 但是很多家庭对于孩子的花钱管得比较紧 很难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去满足自己的一些小愿望和物质需求 所以现在很多长辈都会给小孩子发很多的压岁钱 以此让孩子能够在物质方面变得宽裕 不用为物质所困 同时也是对孩子的一种期望 希望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人生路上能够越来越顺 钱财满贯 一辈子不愁吃喝 三 辟邪 长辈给晚辈压岁钱是希望把住院和好运带给他们 压岁钱可以辟邪 也可以保平安 孩子在得到压岁钱之后 他们会很开心 甚至会欢呼雀跃 充满了童贞与乐趣 当孩子开心的时候 家人也会跟着很开心 因为现在孩子都是家中的宝贝 一家人所有的关注都会用在孩子身上 所以孩子的一颦一笑都会牵绊家人的心 在过年的时候 给孩子发放压岁钱 不仅能够让他们在以后的发展当中 越来越好 也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与期许 压岁钱怎么发最好 一 晚辈给长辈的红包金额要越来越大 过年的时候 不单是长辈会给晚辈压岁钱 晚辈其实也需要给长辈压岁钱 寓意着他们能够在新的一年里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其中晚辈包压岁钱之时 每年的红包金额都要不断上涨 千万不要今年包了六百块钱 明年后年乃至于大后年还是这个金额 这样就容易出眉头 二 长辈给晚辈的红包金额要一致 长辈在给晚辈包压岁钱之时 要一视同仁 小孩子的数额都要一样 不能有任何偏心 千万不要觉得晚辈年龄不同 数额就不一样 其实并非如此 金额必须要相同 这样在新的一年里 晚辈们才能够事业有成 学业进步 实现自己美好的理想和愿望 三 弟弟妹妹的压岁钱 已比哥哥姐姐多 包压岁钱的时候要有礼貌 比如说 家里如果有特别小的弟弟妹妹 可能老人会包压岁钱 刚刚成家的哥哥姐姐 也会包压岁钱 如果老人给弟弟妹妹 包的压岁钱 金额是一百块 那么作为哥哥姐姐 千万不要超过这个数额了 否则会显得特别没有礼貌 四 压岁钱的金额要吉利 压岁钱的金额也是十分有讲究 一般来说 为了图个好彩头 都会选择双数 很少有人会选择单数 一 包双数讨吉利 老一辈的人最喜欢 吉祥数字带来的好兆头 所以 二六八开头或结尾的 红包金额是非常讨喜的 像是二代表福禄双全 六象征六流大顺 八极有发财的寓意 每个都有好异兆 现代人又喜欢有谐音的数字 像是一六八代表祝福对方财运一路发 至于四虽然也是双数 但是谐音同死 所以一定要避开 不要误采雷区 另外九虽然是单数 但是意味着长长久久 有长命百岁的寓意 所以包给长辈的红包 如果尾数带到九 他们也是会很开心的 二 包单数是大计 单数是形单影之 孤单的意思 所以尽量不要用到 尤其是三这个数字 最好不要包 其谐音散 会让你与对方的缘分散尽 也有分别分离的意思 数字七 在许多西方国家 都是一个象征幸运的数字 但是用中文念起来 却有去的写音 所以让人有才去人去的联想 所以在红包上 也是会避开使用 五 压岁钱 移用新钱 在包压岁钱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展新的钞票 新年代表辞旧迎新 所以纸钞也要选择新的 千万不要在里面放皱皱巴巴 或者是折痕严重 甚至是破损残缺的钞票 这种都会给自己 以及拿到压岁钱的人 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 千万要避开 六 压岁钱 移用红风包 而且压岁钱的红风包 一般都不是简单的红纸 上面会写特别多吉祥如意的话 在选择的时候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比如说 如果是小朋友的话 可以选择祝愿孩子好好学习 心想事成这种 而如果是老人的话 就可以选择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如果是做生意的商人 就可以选择财员滚滚 恭喜发财这种 而且用红包带装压岁钱时 也要注意 千万不要拿过期的红包带 有些红包带上 会印上当年的生肖动物或年份 如果用到往年的旧红包带 会让人有穷酸小气 而且有一种好运不在的感觉 如果用移动支付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7.拿到压岁钱要表示感谢 从长辈那里拿到压岁钱之后 一定要立刻表示感谢 不要默不作声就收下了 这样是非常没有礼貌的表现 与此同时 千万不要当着长辈的面 就把压岁钱给拆开了 要等到没人的地方再拆开 这样才是尊重长辈的表现 在传统习俗中 其实小孩子拿到压岁钱之后 还要向长辈磕头感谢 不过现如今 这种习俗已经逐渐消失了 8.空红包不宜扔进垃圾桶 将红包里的压岁钱拿出来之后 空的红包不能随意扔到垃圾桶里 要放在家里干净的抽屉里 妥善保管 这样才能求得幸福与平安 因为红色本身就是大吉大利的颜色 还能曲鞋画纱 所以放在家里好好保存的话 会起到正宅保平安的效果 还能够催往全家人的综合运势 事业上可以节节高升 财运上可以收入波峰 感情上可以和谐美满 健康上可以强健有力 9.压岁钱金额要视自身经济情况而定 不过现在人们的攀比心越来越重 给的压岁钱越来越多 这样会给一部分家庭造成一定的经济压力 因而在发放压岁钱的时候 一定要量力而行 根据自己的实际经济能力去决定 不要看到别人给的多 自己就盲目跟风攀比 但是如果双方都有孩子的话 那就需要注意了 别人如果给了你家小孩数额比较高的钱 那么你也要给对方孩子同等数额 或者稍微多一些的钱 不能让对方吃亏 过年发压岁钱 是中国人新年的一种习俗 中国人喜爱红色 因为红色象征活力 愉快于好运 因此到最后建议大家 装了压岁钱的红包不要撕掉 要收纳起来 尤其是财运不忘的朋友 收纳压岁钱红包也会忘你财运 最后再问大家一句 新春期间你要包给长辈 小孩的压岁钱红包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